總有培 奈隆對我們這一輩的來講 對我們這種四十幾歲的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怎麼講轉折點覺醒爆發 在他的之前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言論自由啦 什麼自由這件事情從來沒有去 認真去想過 從他之後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人 我們的國家我們整個的環境 都需要獲得解放 其實那時候我一直也很想 做一首相關的歌曲 討論鄭南農的歌曲 對但是我一直要到 前兩年我才有一個 較好的想法在這張專輯有一個 南農的遺言這首歌這樣子 立頭雅虎山 煮油花開